但是跟你没认识以前 以前的事情 能讲那么多吗 以前的事情讲不了那么多 可是你现在手里有钱吗 你这样的生活过得下去吗 你一张会就让我问我父母借钱 一张会就让我问别人借钱 你回来 你在湖北去打了过你 过年你还回不来了 没路费 还不是我从卡里面 取了三百块钱给你打的 你好意思吗 那王倩他既然这么差 你为什么愿意嫁给他呢 其实怎么说呢 他当时装得太好了 他在我父母面前伪装得太好 我父母太相信他了 就是我其实跟他吵架 是他的不对 我告诉我父母 我父母也会反过来骂我 会说我的 但是后来他到我们家两次 当着我舅和我奶奶 还有我妈的面 对我妈吼的时候 拍桌子说的话不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对他失望了 所以我们现在全家人 都希望我不跟他在一块过 只希望要回我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想要回孩子 是要回孩子之后 跟他继续好好过 还是要回孩子跟他离婚 我跟他谈不上离婚 他已经已经帮我 告上法院了 好 接下来我想听听 看各位老师的看法 我先问一下 你俩有结婚证吗 你爱恋不够 我恋不长 所以没办 实质上 你俩并没有一个 法律上的称 承认的婚姻 对不对 对 王浅 在场上 你对秦先生 一味的指责 你这位指责里头 大部分你都是 一种什么态度呢 你认为他不是孩子的亲爹 所以对孩子不好 抱抱孩子都嫌累 晚上呢 可能也不愿意照顾孩子 实际上你知道吗 这是普通的夫妻 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也都经常发生了一种矛盾 婚姻的琐碎 可能要你把爱情 或者对方的一些优点 让你都看不到了 你认为 你选择他 有他优点的地方 但是他有 他致命缺点的地方 所以你在走入他身旁的时候 你没有愧疚的心理 你不会带着一种说 感恩 你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当中 你走入婚姻的时候 你会往往就想 在这个婚姻里 你应该给我 你曾经许诺的东西 可是 当你这种心情走入的时候 你发现 他的许诺都是空的 所以你失望了 是这样吗 从刚才你们二位 在场上的表现 我觉得我好像 看懂了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叫利用 好像小琴在利用孩子 在利用孩子要要到什么 而王倩呢 好像你也利用了 小琴 因为你想得到一段婚姻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利用了婚姻 我发现的第二个关键词叫借口 小琴 我听出你的借口是 我是为了这个家 所以我才特别的希望 王倩回来 但是呢 王倩也有借口 王倩的借口是 我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抛弃这一切 你们两个人不过是不够爱对方 也没有明白爱这些事究竟该怎么去实现 我居然是听到了一点过河拆桥的味道 一个女人我觉得 基本只会在意她爱的那个男人对她的付出 那么不爱的呢 再怎么付出也是没有用的 第一我想说的是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在婚姻中总会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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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是对方每个人都舔了 你 心里的自己кий调子